新年蒙福 主的恩典臨到你身上 滿有福氣 神答應的 愛祂的人也會有無限的恩典 無限的福氣 我們愛神、遵從神、侍奉神 神就一定喜悅 今次的主題 就是聖靈賜的不同的恩賜 其實一連串 都會有不同的講道 關於恩賜 神賜給我們不同的恩賜 也都在聖經中很清楚講到 有超自然的恩賜 有些經文很明顯講到 聖靈賜的超自然的恩賜 所以我們一方面有 超自然的恩賜為人討告 或者知識的言語 或者各樣的祝福 去祝福人 並且使用神的話語 去帶領他 這也是恩賜來的 能夠用神的話語去傳人福音 去祝福 也使用你們的社區服務 能夠祝福不同的人 能夠進入神的天國裡面 首先我回應一下 恩賜宗子論 有幾個人聽過恩賜宗子論? 有幾個人聽過這件事? OK 恩賜宗子論是什麼? 是一個理論認為 在這個時代已經再沒有神職性的恩賜 這個恩賜只是初期教會的時候 作為仕途的見證 當新約聖經啟示完畢 再沒有超自然的恩賜 有些不同的看法 有些都說今天仍然可以有神職意志 不過是神工作 並不是某人的恩賜 即是他們否認有些人會有不同的恩賜 即是像Kathryn Kuhlman 他們的意志很強 他們都否認 不過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否認 有些人會說他們不是出於神 有什麼不同的原因 我們回應一下他們支持的經文 他們支持的經文 其中的好處就是 《光臨宗子論》前書十三章八節 那裡說到 我是永不知識 先知廣道的知能 終必歸於無有 說謊言終必停止 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即是有一天會沒有了 不過什麼時候沒有了呢? 他的看法是這樣的 我們願作所知道有限 先知所說的有限 等到那裡完全的來到 這個有限就必歸於無有了 問題就是完全是什麼 大家看下去完全說什麼 我作孩子的時候 話語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丟棄 就說我們現在好像孩子 將來成人了 然後跟著 我們現在好像對著鏡子觀看 到那時候 就面對面了 現在是模糊不清的 將來是面對面 到底這是什麼時候呢? 第二 另一樣 三樣 一個就是孩子 變成人 第二 就是現在是對著鏡子看 將來面對面 現在是模糊不清的 然後 我們現在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候 什麼都知道 好像主知道我一樣 問題是這件事 什麼時候發生呢? 我們看這個經文 很自然 就覺得是耶穌回來的 那時候 因為現在 我們知道有限 但是到耶穌回來 我們改變形象 和耶穌 永遠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 什麼都知道了 好像主知道我一樣 主知道我們的程度很深 對不對? 就是我們內心世界 所有的意念 所有的言語行為 所有的想做什麼 什麼神都知道了 那 就 就 好像主知道我一樣 我們知道了 一切 什麼都知道了 那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呢? 根據這個經文 就是 當耶穌回來 我們再沒有聚聖情了 我們改變形象 永遠和耶穌一起 但是他們 就不是這樣看的 他們是覺得怎麼樣呢? 有些人就這樣覺得 就是當新約聖經 啟示完畢 就是這個時候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 新約聖經啟示完畢 就有了一切的知識 於是 那時候 我們就全知道 好像主知道我們一樣 其實 我想說說 我曾經看過蘇永治牧師 他也是應該 我不太肯定 他可能也是不相信 這個 應該這麼說 他也 就是他覺得 是恩賜宗子論的 是恩賜宗子論的 不過他覺得這個經文 他的支持太弱了 因為這個經文所說的 應該不在聖經 新約聖經啟示完畢 因為 在聖經啟示完畢的時候 我們不會全知道 什麼都知道了 好像主知道我們這麼厲害 我們到時候 不會全知道 在這裡 其實當 保羅得到啟示 寫在高林多前書的時候 應該是主後五十多年 剩下的 新約聖經啟示的部分 已經不多了 已經不多 那些部分啟示完畢 我們就什麼都知道了 這真是非常牽強 所以這裡說到 我們到時候成了人 以及面對面 現在模糊不清 就是我們 無論是看到主 或者看到真理 現在都不像 將來去到天堂 那麼完整 那麼 那個時候 面對面 應該說到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面對面 看到耶穌了 以及什麼都知道了 好像主知道一樣 所以這個解釋 蘇永志都說 他說如果說 新約聖經啟示完畢 是很牽強的 他也不認同 這個經文可以支持 那麼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 這個經文 如果用來支持的話 就像 一個前設 自己有一個前設 將它放進聖經裡 在《詩經學》 這個叫做 《詩詩詩詩》 然後《詩詩詩詩》 就是從聖經 找經文 找意思出來 這就是我們應該 《詩詩詩》的方法 就不是有一個觀念放進去的 好了 這是第一個經文回應 就是 根本這個經文是完全不支持 在《詩經》啟示 完畢 就再沒有這些《詩詩》了 另外的經文 我們回應它 就是《詩經》說的 很清楚說到 其實這個《詩詩》 並沒有說到停止的 因為這裡說到 有什麼《詩詩》 《詩詩的言語》 《知識的言語》 《信心》《醫病的《詩詩》 《行義能》 《作先知》 《遍別諸靈》 《說謊言》《翻謊言》 《翻謊言》 所以是講到全福音 去蔓民的所有時候 信而受使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備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職 除了他們 即是在福音傳到普天下 都會有神職 有什麼神職呢 就是奉耶穌明 《趕鬼說》 新方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麼毒物 也必不受害 這兩句我覺得 應該是 受迫伯的時候 危險的時候 神可以保護我們 不是叫我們去試一下 玩蛇 或者喝毒物 然後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即是可以按手 為人治病 然後講到神職的目的 主和貪門同工 用神職除了正實所存的道 這些神職就是目的 不在自己 亦是在正實所存的道 我想講講馬可福音十六章 是一個很多人 認為不在聖經裡面的 他的根據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 根據 因為在某些古卷 是沒有這段經文的 不過很奇怪 他漏了一個空位 是可以寫這個經文的 他們認為有些古卷是沒有的 所以他們覺得原來沒有的 是有些人加上去 但其實 無論是古卷 有些古卷 有 另外就是以前那些 在初期教會的一些 一些寫書的人 他們所寫的時候 都有提及這個經文 其實是有的 不過是有些古卷沒有 有些古卷沒有 不代表其他 是早期的 是加上去的 有幾個原因 支持是原來聖經有的 第一就是 有些古卷也有這個經文 第二就是 有些 初期教會的教父 都有選用這個經文 另外就是 其實你這樣看這個經文 沒有人會夠膽去寫這個經文出來 另外就是 這個經文 在那個時候 耶穌是 他真的行神職歧視 也差遣聖徒 去行神職歧視 沒有理由 在這個時候 沒有理由 這件事 是神所做的事 為什麼會是沒有的呢 為什麼會有些人作出來呢 並且有些古卷 是留了一個空位的 留了空位 好像可以抄這個經文下去的 這個其實是 是顯示 真的有這個經文 不過有些人就覺得 不是聖經 那為什麼他不覺得 聖經呢 因為他可能不覺得 會有神職 即是有些人不信 有些人就當了 這些人不信 就當作標準 而沒有說到 就是有些人信的標準 這個 但是除了這個經文 有其他經文 都會說到 我們是有神職歧視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這些 那些古代的資料 我有一個文件 將它搜集了 我可以傳給你 那你會看到 其實之前已經有了 他們的根據 並不是實在的 但是很多神學院 是說 這個是古卷沒有的 所以他們不相信 這個聖經裡面有的 就是有些神學院 是這樣的教 其實有一個神學院的教授 跟我說 你知道這個經文是沒有的 我就傳給他 他也沒有回答我 因為找不到答案 因為真的不是支持 原本的聖經是沒有的 其實有另一個經文 我是沒有說到的 在四郎人傳第二章十七節 那裡神說 我要將我的靈僑罐 煩有血去棄的 你的兒女要雪然 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作而夢 這也是說到 在這個時候 神要將他的靈僑罐 然後就說到 這些都在大神的大而可惠的日子 還未到以前 即是末世之前 都會有這些神職其事 有先知 有異象而夢 所以這個另一個經文 我會放在這裡 就是四郎人傳二章十七節 另外這裡 希伯雷書二章三節 有些人說 希伯雷書是保羅寫的 但肯定不是 為什麼呢 這句話 者救恩喜先是主親自講的 後來是聽見的人 給我們證實了 保羅很清楚說 她所傳的呼音 不是人教她 是神親自指教她 所以她聽見的人 傳給我們證實 這一定不是保羅的 這個聽見的人 不是仕途 為什麼不是仕途呢 因為仕途應該會說 看見的人 給我們證實了 師徒是看見 師徒不是 好像聽見有些人說的 所以 師徒就會說看見的人 但是聽見的人 就是下一代的基督徒 他們聽見這個福音 之後證實 他們用什麼方法呢 他又按自己的旨意 神是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跡歧視百般的異能 聖靈的恩賜 同他民國作見證 他們是第二代基督徒 都依然有神跡歧視 除了他們 所以這也是否認 神跡歧視 是給仕途一個見證 有很多人這樣說的 這是證明他們是仕途 證明他們所傳的福音 是從神而來的 所以當仕途的工作完異 便再沒有神跡歧視 這是他們的看法 然後我會講出聖經列出的不同的恩賜 我也有講到一些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什麼這個恩賜都有什麼 我待會大家會看看 因為我看到經文 咦 對呀 也有這件事 有聖經有講的 首先就是神說 這個正先我講的經文 《詩蘭傳》二章十七節 神說在末後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囂灌煥有血氣 你的兒女要雪言 你的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做兒夢 這裡就講到啟示性的恩賜 首先是神的靈 神想所有人被四年衝活 所以被四年衝活是神的心意 我們這個 其實被四年衝活是 代表與神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所以我們建立與神的親密關係 不要像賴賴賴閒那樣 信耶穌和神沒有什麼關係 好像把耶穌排得很低的 其實很多人為何會 不看重神與神的關係 原因就是他們覺得 神不是那麼重要 不一定要靠神 因為我們自己都可以靠自己 我都有飯吃 也不一定要靠神 很多人在潛意識裡覺得 不是一切都是神解決的 所以他們對於與神的關係 沒有看得很認真 而我自己有很清晰的看到 就是一切的事在神的手中 神很愛我們 祂一切的能力都有 祂就很看重我們 很關心我們 而聖經又說到 凡是信靠、親近、遵從、事奉日 一定無福 其實這句話很多人不太相信 他說 傳道很窮的 很慘的 很苦的 他們就說很苦 但其實 靠著耶穌的能力 是很喜樂的 沒有聖靈能力 的確會很苦的 為甚麼呢 那些人總是斷極都不改變 但是有聖靈能力的時候 是容易看到人生命改變的 其實我放在網上的影片 也影響了很多人 其中有一個 我再說一下她的名字 因為她在網上也有作見證 Janny Lam 有一次來我們的聚會 她是有甚麼問題呢 有很多問題 有些健康的問題 有很多問題 那時候就要靠呼吸器 睡覺 心臟有問題 我也忘記了她所有的問題 還有她當時有情緒病 她來到我們那裡祈禱 她也同時有找醫生 不過祈禱和輔導 幫她處理她的情緒問題 也帶來身體的祝福醫治 然後她去了澳洲 她去了澳洲 她在當地的一個教會 居然和師母開始醫治釋放的聚會 她們在教會裡有運作 這是一個傳統教會 但是她們有接受這件事 然後她和我們買了很多本《興信德性》 在那裡教會 而且她們的教友有來 今天也有一個教友會來 來我們下午的聚會 很多時候會找我們 去幫助她更多 興起了一群人 有心事奉神 這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可以影響不同的人 可以更新不同的人 這就是聖靈想充滿我們 有聖靈的能力 她就看到聖靈的能力 整個生命改變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渴望聖靈充滿 我也想說一句話 有些人以為聖靈充滿就停止在謊言 停止在謊言 她每天都說謊言 夠了夠了 我就是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 不是停止在謊言 謊言只是其中一個聖靈的彰顯 聖靈的其中一個工作 恩慈 最重要是你怎麼活出來 如果你沒有活出來 即是白講謊言 沒有活出來 所以我很強調作用 那作用是甚麼呢 傳呼音有效 更新人靈命有效 解釋聖靈有效 能夠帶領人生命改變 醫治釋放安慰人的心 處理人的生命 這些就是有效的 所以我很強調就是經歷聖靈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跟別人說 祈禱自己可以經歷平安喜樂愛 興省 能力 激勵 智慧 指示 自己可以經歷 並且為人祈禱 那些人都可以經歷 這就是聖靈充滿最重點 有很多人說 聖靈充滿最重點是謊言 這是其中之一 但謊言並不是那個果子 即是你去到天堂神母 你說很多謊言 你真的有很多果子 聖靈說果子一定是 建立人的靈命傳人福音 做神吩咐的事 謊言只是我們得力的方法 但很多人就停留在謊言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謊言 一定向前去 神的心意 所有人都被聖靈充滿 然後說言見異象 作言夢 其實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 有某個程度 每人有恩賜又不同 有些人真的很強 譬如我認識一個王全道 大家上網找葉牧師 YouTube 你就看到他上天堂的經歷 真的很奇妙 如果大家在這方面 你有多有經歷 你可以跟我聯絡 我會再把他更多話 告訴你 激勵你 他真的很強 如何強調 他現在在祈禱 祈禱都可以上天堂 還有他在同一房間 他已經感受到那些人的靈 他能夠說出他的情況 我邀請他來香港 他為那些人祈禱 他一祈禱 便馬上說出他的情況 這是很強的恩賜 譬如有一個人幾年前 有一個疑問 他又覺得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要將社區呼音化 他覺得是不可能 王全道一馬上跟他說 他說 你幾年前的疑問 是從神而來的 是神賜給你的 以及你的謊言從神而來 因為當時他擔心那些謊言 不知道是否 有另一個人他走過去 他馬上跟他說 神要使用你的敬拜 因為那天是敬拜者 我即時看到他這樣做法 這就是神賜給人 有些人有很強烈的恩賜 有些人是特別特別強的 因賜在這方面是特別強的 但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那麼強 但總有神的指示 譬如我來說 我比較強的是什麼呢 神指示我的教導和應用在生命之中 指示我如何訓練人 談起人 這也是神的指示 不是我本來有的 是我經歷聖年之後 一步步得到的 這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領受的異仗 領受的目的 異仗、異夢 求神賜給我們 有些人對於恩賜 經常都覺得 神啊你快點給我 快點 快點 就好像問題在神那裡 我想說 我們要記載一件事 神已經定義祝福所有愛祂的人 神為愛祂的人如病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 神很想祝福 在神的部分 祂已經做了 祂想做 那欠是欠什麼 欠人要做的事 人就說 神啊你快點做 你為什麼不做 快點快點 快點復興 問題好像神不肯 祂就扭計 神啊你快點來 你不要扭計 你做 就好像問題在神 問題不是在神 是在我們 我們扭計 不聽話 不親近神 不遵從神 不處理生命 不去侍奉神 經常只顧自己的事 問題在自己那裡 所以我們想得到 恩賜的鑰匙是什麼呢 經常都深信 神很愛我們 讚美神 感激神 全心將生命獻給神 聽完神話 有什麼問題出現 立刻處理 用神的方法處理 這就是神喜悅的 當你有這個心侍奉 神自然將各人恩賜賜給你 祂真的會賜給你 我說過自己 這是榮耀神 神真的賜給我很多恩賜 這是神的心意 總之你聽神話 就會賜給你 神賜給我 講道能夠應用人 在人的生命之中 又賜給我音樂 輔導 帶領 激勵人 有時候有些人聽我說話 馬上激勵 我最近去過我自己的武會 當時的傳導 給我機會上台 說幾句說話 還有最後祝福 之後 有人跟我說 你說幾句說話 我心裡立刻火熱 這就是神可以賜給人這種恩賜 這個能力 我很感謝神 我希望大家都一樣 你說的話 別人聽完覺得 親近神是不太難的 我們尊重神不是太難的 我們聽神說是最好的 必定蒙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渴慕 神 渴慕神 你就會有恩賜 當然我們也渴慕淑靈的恩賜 但最重要的 不是像是求神 你快點給我 是我們處理好生命 這個同樣應是祝福的 很多人經常都說 神啊 為何還沒有祝福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我們的生命 我們與神的關係 和處理生命 當我們時事哀神 我們處理生命 神就為你預備 你想也想不到他的恩典 很多人就會想到不同的方法 如何得到祝福 其實神已經說了 你只要你愛祂 遵從祂 侍奉祂 神就喜悦你 神就必定祝福 你這樣活就會很輕省 但如果你經常都說 不知道什麼原因 不知道什麼 很害怕某些事情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經常覺得 有些事情搞我 人家搞我 不是我的問題 人家搞我 是神不肯給我 這些是錯誤的觀念 我希望大家經常都深信 神經常都想祝福 只是我們聽不聽話 所以 神的心意囂貫所有人 只要我們心裡有神的心 時時愛神 處理生命 所有任何的 那麼少少的負面思想 意念 都會立即處理 這裏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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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加布 先知 他就 預言到 保羅將會被人捆綁 有些人 對於預言 是非常抗拒的 他們說 你們難道 啟示在聖經 六十六卷之外 的其他聖經嗎 他們就認為 你有收到預言 即是你啟示聖經以外 其實先知所領受的 或者知識言語所領受的 只是 應用聖經的真理 這裏說到 他會被捆綁 即是神在他生命中會做的事 並不是一些新的聖經 不是聖經額外的 譬如有些先知會領受什麼 你有些問題要處理 有些罪 這不是聖經以外 是聖經應用出來 你需要處理什麼罪 或者神想怎樣使用 你也是在聖經講的 不過怎樣應用在個人身上 其實當一個人聽話 他都會收到神的意念 有些人很喜歡排隊 找先知排隊 希望他們說些說話 說對金言 哇 很厲害 原來神要今年祝福我 網上經常說 神要今年祝福我 我會告訴你 神每年都想祝福你 你聽話就祝福 你不用先知告訴你 今年祝福你 你聽話就祝福了 所以你有這個意念的時候 我們隨時都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是否先知沒有用呢 不是 先知很有用 先知最重要的目的是 帶領基督徒和教會 如何方向發揮 不只是個人 哎呀 我有些什麼罪 罪便處理 被人氣壞便處理 不用吃垃圾 這些聖經已經教了 那些 不用先知告訴你 但很多人去找師師 就是這樣 神呀我何時有配偶 何時結婚 唉 保羅說了 哥林多前書七章 如果單身就更好 你可以多傳福音 事奉神更加好 如果神為你預備 你又感謝神 你又盡量珍惜你的婚姻 不用強求的 又不用這麼不開心的 這些神已經說了 好了 神指示 其實每個人都會感受 我自己 在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我曾經去過聚會 有個 Evangelist 報道家 他指著我 你出來 他便向我發語言 你將來會去到列國 其實我那時候也有心 我有心 他又確認 然後後來有機會 真的去做 這些就是神去確認 去鼓勵 或者教會 有時也有什麼方向 有什麼難阻 我們怎麼發揮 這是先知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能夠發揮 我們生命 走在神的路上 這是最主要的作用 就不像個人 唉呀 我為什麼這麼煩 為什麼我睡不著呢 這些我們其實 是可以用聖經去處理 其實聖經的教導 在我網上有很多這些教導 大家可以去看的 在Youtube尋兒牧師 好了 這裡講到不同的恩賜 聖靈所賜的智慧的言語 知識的言語 在傳統教會 就會認為 這個智慧言語 就是能夠講智慧的說話 知識言語 能夠講聖經的知識 或者是世上的知識 在聖靈的圈子 就會覺得 這個知識言語 就是能夠知道某些 人本來不知道的東西 到底這個知識言語 是不是這個 還是傳統教會所講的呢 其實我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聖經已經說了有先知 他有這個恩賜 他真的能夠講出那個人的問題 這個是事實 他真的能夠講出這些事情 我自己遇見過兩個人 他即時講出我當時面對的迫白 是真實 他不知道我本來的事 他即時講出來的 這就是神給他講的說話 即是真的有這個存在 是有 無論這個知識言語 是不是 即是說這個知識言語 可以解釋 你很有知識 講的說話很有知識 還是知道人某些事情 其實也不重要 因為其他經文又講出來 所以 這個爭論 有些人爭論 你們勉強 牽強 又講到這個知識言語 又講到這些知識 他們認為是不可能的 我曾經試過見一個 教友和一個傳統的牧師說 你這個傳統教會的教友 和一個傳統教會的牧師說 他說有時候耶穌跟我說話 他說不是的 耶穌不會跟你這樣跟他說話 他立刻會否定 有些人是會否定的 我們就說 是真的有這個存在 不過這個經文說是否呢 這不是很重要 不過我覺得是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有些人說不是 不要緊 其他經文又講才知道 我不用跟他辯論這件事 對吧 我相信這個 是包括了這個知識的 智慧言語就是 能夠在任何情況 有什麼人的問題 如何有智慧地處理 智慧地發揮神的恩典 智慧地行在神跡歧視之中 其實所有的智慧都可以包括在內 信心 這裡所說的信心 應該不是指導 信耶穌的信心 因為在馬虎福音十六章那裡說到 信的人被神職除弱他們 這個信心應該指導 相信神能夠行更大的歧視 祂能夠做神職歧視 我們是可以有這個信心的 我有這個信心 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是會得到特別的供應 如果不是這樣 基督徒就死了 我也有發出文件 我講到也有講過 聖經是很清楚證明 是災難後被提的 有些人仍是堅信 災難前被提 他們說到時我會被提 到時發覺要面對大災難 是很害怕的 以及沒有預備好 我們需要預備好的 是聖經很清楚說的 在英文那些 就比較多說這方面 但是中文就不是 中文很少人去講災難後被提 不是 我是其中一個 因為很多人不是 這麼詳細研究這件事 所以沒有人去講 我相信 神是掌王權 因為在啟釋律講到 就算獸和列國所做的事 都是完成神的旨意 聖經有講到的 所以 並且七印七號七碗七雷 全部都是神開始的 不是魔鬼開始的 有些人說 魔鬼在大災難作王 其實不是的 是神作王的 所以我有信心 在大災難時期 我們會看到神很大的工作 我們會經歷大復興 有些人經常說大復興 我覺得就是大災難 為什麼呢 因為大災難時 人只能靠神 不能靠前財 不能靠自己的才能 只能在那時候 不斷地討告 求神去供應 也不是不斷地求 是親近神 神去祝福我們 信心就是 凡事都能 在神來講 凡事都能 我們見到人有疾病的時候 我們相信神能夠做大的工作 雖然對於醫病 我們都會這樣說 聖經有講到醫病 不過聖經也有講到 保羅初次傳福音去加拉太 因為他有病 提摩泰類似患病 這個以巴忽提 病到差不多死 特羅非摩病了 這個我們不懂得解釋 當聖經不懂得解釋的時候 我們只是接受 神可以醫治 不過有時候為什麼不醫治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可以說 親近神更多 神可以更大的祝福和醫治 我只是說 我多親近神 但我們就不去解釋 為什麼人不得醫治 但有些人解釋 你不夠信心 其實神醫了 不過你沒有信心 其實你的病已經沒有存在 不過你還是沒有信心 所以病還在 其實這個解釋 我覺得是牽強的 是沒有醫好就沒有醫好 不是他信心的問題 但我們的確信心有幫助 但不是說沒有醫治 一定是因為他信心的緣故 醫病因事真是很真實的 譬如Catherine Coleman 如果大家上網看YouTube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 如果大家找不到 你告訴我 我會傳給你 他有很多影片 就是 是God's General 神的將領 有中文有譯本 他的影片有很多 大家上網找就找到 你找God's General 都找到 他有說到Catherine Coleman 他說他小時候 見到Catherine Coleman的聚會 就見到一個修女 進來坐輪椅 一手捲曲 然後在Catherine Coleman 祈禱的時候 她不是按手祈禱 在台上 她自己的台下 她一手指就彈出來 並且聽到骨子的動聲 這樣 伸直了 接著她就開始想站起來 其他修女就幫她站起來 接著她就開始走 這是Romas Lieden 親眼見的神跡 這也是一個真實的見證 神可以今天行神跡其事 我自己祈禱 也有一個人 他有癌症 你上網找 與癌而牧師 你會見到這個人的見證 神也是可以行神跡其事 有很多次的神跡其事 譬如我自己曾經為人祈禱 有一個人 十幾年 他經常的腳痛 他就換過不同的鞋 鞋墊 都不康復 但站好之後 是康復復復 並且上十四樓上聚會 他也能走到 並且 他從小時候手震 從小時候開始 他當時應該都五十多歲 然後 他的同事就說 你走路好 你應該手震也好 有一天 他的同事說 你的手沒有震了 他就說 手震 由十幾歲開始 到那時候 都好 因為這也是 神透過我們祈禱 帶來的祝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 深信神的愛 祈禱的時候 為人祈禱醫治 不要說 神醫治他 醫治他 魔鬼邪靈走 走 其實我們深信神的大能 耶穌你充滿大能 你充滿愛 你很愛我們的 我們深信你的愛 我們享受你的愛 多謝耶穌 耶穌很喜歡跟我們在一起 幫人和神有密切關係 和對神有信心 很多人對神是怎樣看法呢 神好像後母 那些好東西不給我們 那些壞東西也給我們 那些壞東西也給我們 有些人真的這樣想 我想要的那些他又不給我 我經常想結婚 他又不給我結婚 很多東西都不給我的 其實呢 對於神是很冤枉的 那些多些信 神很想祝福聖經 是人的心 人的罪 人的和神的關係 所以我們和人祈禱 我經常都是 我和這個人與癌的人都是 多謝耶穌 祭祭神 祭祭神 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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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 其實子孝遷癌 Carlos 然後回家檢查的時候 醫師說他的癌症已經沒有了 所以提以和他慶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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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道謝天父更や ti함 晃 神就做功了 这是医病 所以我自己觉得神很特别 赐给我的恩赐就是 发挥圣经已经讲完神的尾线和慈爱恩典 也看到神的律法 我们犯罪一定有后果 所以我们不要犯罪 但我最主要的动力是神的恩典 最主要的动力不是 我犯罪了 神就罚我打我了 而是我一听神说 神就很欢喜了 我做任何小事一杯凉水 神都喜欢 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更能够有医病的恩赐 将来每日可能有更多的 可能走在水面上 可能五饼鱼餵饱了几千人 可能能够移山 可能好像肥利那样被提了 可以有不同的事发生 这是医能 就是圣经所说的不同的能力 由作先知 能够说出神的说话 能够预言将来的事 说出一些人不知道的事 先知也有另一个意思 就是说出一些真理 好像旧的先知 指出当时的人的问题 他们需要做些什么 如何改变 辨别诸灵 有些人真的会留意到 人身上有什么邪灵 如果你发觉你对于邪灵的存在 是有敏感度 你可以留意自己 是不是有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 辨别诸灵的恩赐有什么作用呢 譬如为人说邪灵 或者为人祈祷 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邪灵 或者他受了什么邪灵的影响 有时是邪灵附体 有时邪灵影响 譬如彼得 叫耶稣不要去登十字架 他就不是邪灵附体 是邪灵影响 所以耶稣说 撒但退我后面去吧 便会辨别到这个灵界的存在 如果你有这个发觉 有些人有阴阳眼 所以耶稣可能有 辨别诸灵的恩赐 即他会变为一个恩赐 便会看到或者感受到 邪灵的存在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任何地方你发觉 我可能有没有一些恩赐 你都可以发挥的 又叫一个人能够说谎言 翻谎言 圣经说到谎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造就自己 与神有亲密关系 并且讲说神的奥秘 这是在哥林多前说十四章 所说的 也有些人说到 多讲谎言的时候 是能够更加领受神的信息 大家也可以用谎言 但是谎言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不要一直口喊 是心爱无神 与神商联 有些人说谎言 我看到他就坐在那里 看見他的眼神不像是專一般 有個人形容,有些人在說謊言 可能的,他又拿東西吃,又在說謊言 但可能是,我自己也經常祈禱 不過問題是,他的心動不了 所以說謊言,不要只有口說 是心愛慕神,心信神的愛 很重要的愛與神關係 心信神的愛與愛慕神 不像是求神,我們心信根本是不需要求神 神經常都想祝福我們 然後,在《格林德前書》十二章二十七節之後 有講到其他一些的恩賜 他有講到這些,使徒先知、教師 這些不是恩賜,這是積分 即是五重積分 後面有講到恩賜的,行義能 治療、醫病、幫助人 幫助人,即是去服事人、幫助他 在各方面去幫助他 治理事、行政 都是在這裏講出的恩賜 但其實除了之外,還有其他恩賜 所以我們就說神,祢幫助我們 無論是超自然的恩賜 或其他沒有那麼超自然的恩賜 我都要 我就愛神 是奉神 神就是自然會帶給我們 賜給我們各樣的屬靈的恩賜 這個薩姆爾 他多親近神 他帶領了一群先知門徒 在薩姆爾記上十章和十九章 大家可以記住 十章和十九章 他有一群先知在一起 而在十九章就講到 薩姆爾監管他們 所以這群先知是薩姆爾的學生 他們就在奏音樂 並在受感說話 這個奏音樂應該不是在練樂器 應該是 應該是在敬拜神 而且受感說話原文是說語言 在舊約說語言 中文聖經翻譯就寫了一道受感說話 新約說語言很多時候就翻譯做先知廣道 我們要留意一下 他翻譯的時候 因為他不太相信說語言 所以有些地方就轉變了 那這裡是說語言 那怎樣說語言呢 我們不太知道 到底他怎樣說法我們不知道 不過總之 他是有言語上的神賜給他的 會不會是舊約的謊言呢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或者是都未定 不過總之 這個果效 就是薩姆爾和蘇羅說了 他說耶穌說 必大大感動你 你就和他們一起受感說話 你就變為新人 哇 那群人一路敬拜神 那群人一路受感說話 那些人來到他當中都會改變 後來在十九章的時候 蘇羅猜獻三個仆人分開三次 三個仆人都受感說話 翻回來 又他自己也是 這就看到 原來一個群體 在整天愛慕神 親近神 是有神的同在 神的大能 當薩姆爾去到 這個蘇羅去到 便變為新人 並在第七節說 這個少頭臨到你 你就要趁時而做 因為耶穌說 神與你同在 就是說 這不是普通的同在 因為神是無所不在的 但是這裡說到 就是神特別的同在 強烈的同在 我們趁時而做 趁這個仇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在那群人敬拜的時候 所以我們敬拜 讚美 我們是幫人 愛慕神 我鼓勵人去領敬拜的時候 如何呢 多一點帶領人 去深信神的同在 我帶領敬拜好的時候 神現在在這裡 有些人說 你怎麼知道 神是無所不在的 我們親近他 一定親近我們 所以神現在在這裡 神很想祝福 你怎麼知道 神說了 你愛祂祂祝福你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些說話 並且深信現在在這裡 祂在我們前後 環繞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祝福我們 享受耶穌 用一些很個人的字眼 很個人性 不像宣告一些說話 是很個人性 耶穌我喜歡你 為什麼喜歡你 有這麼說呢 以耶穌為樂 以耶穌為樂 不就是喜歡祂 歡喜祂 我喜歡祂 我歡喜祂 我歡迎祂 我依靠祂 我享受祂 從祂得力 噢 耶穌你真好 就好像我們跟一個 愛的人一起 我們都會這麼喜歡 例如小朋友 不會 小朋友就說 爸爸你真偉大 他不會用這些說話 他就叫你 歡喜你 顯示同你的關係 所以我們跟耶穌都在一起 可以這樣的心態 所以我們想神大大的祝福 我們就多親近神 相信神在愛我們 相信神有大恩 很想給我們 然後蘇羅尼別 薩姆耶 神就給了一個新的心 神的靈大大感動 祂在先之中受感說話 這裡說到 神的同在 在一班人之中 這麼強烈 這就是一個恩賜 薩姆耶 這個親近神帶來神 強烈同在的恩賜 這個另外一個恩賜 就是進入神超自然的領域 在《多後書》十二章二節 保羅說到 我認出一個在基督裡面的人 在前十四年 被提到三層天上去 或者是生內 或者是生我不知道 或者是生我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就說一些傲備的事 就是說 這個人去到三層天 其實有不同的人都有這個經歷 例如我講的王全道 以及在香港我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 我都感謝神 都是我為祂祈禱 做釋放祈禱 經歷聖靈 接著他們就上去天堂 其中一個 他就上去天堂 看到賞賜記錄冊 他就說 我要見見耶穆斯那本 因為我更新他的生命 耶穌就叫天使拿來 我很感謝神 我自己覺得不配是神的恩典 那本上次的基督策是怎樣呢 是厚 包金 和上面寫著 我的愛子葉國才 我的心是很感激神 神是我不配 但是你賜給我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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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人有這個恩賜 我們越多安靜等候神 安靜等候神不是空白 是喜歡神 歡喜神 可以聽一些詩歌 可以思想神的應許 一些話語 去安靜在神面前 讓神帶領我們 有些人就會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其實也有基督徒在網上 有些書說到這種經歷 這道聖經有說到的 還有 約翰 他就在啟示錄四章一節 他說我見天上的門開了 然後有聲音對他說 你上到我者女來 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 指示你 有些人說 這是聖經 神啟示給他 神啟示給他 但是神做得給他 亦都可以做在不同人身上 譬如王全道 他真的收到一些神的指示 譬如他領聚會 因為我試過跟他一起領聚會 他說每次有聚會 不是每次 應該是很多時候 晚上神就叫醒他 叫他等候神 等候神 半天生日起床 等候神 然後神就指示他明天做些甚麼 他試過在聚會上說 神赦免我們這個流人血的罪 那為什麼基督徒會流人血呢 原來那群基督徒曾經墮胎 結果很多人悔改 因為他們曾經墮胎 神就指示他 你要帶領他們悔改 為到這個流人血的罪 這就是神可以 和人有這種密切的關係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 現在沒有了 其實是有的 是可以有的 越進心 就越多這些經歷 但是我們 一定要落實 在侍奉神 傳福音 建立靈命 目的是這樣 不只是進入這些領域 就滿足了 一定是建立人的靈命 不只是幫人有這些經歷 還有被提去 肥利 我剛才說過 有些人就覺得 這些都是恩賜嗎 剛才師兄說到 有些人去到三層天 這些可以是一些人 可以有的經歷 另外這個就是肥利 他跟埃提亞伯的太監施洗後 然後神就把他提去 我解釋 如果這只是一次的事件 就是當時行神職 把他提去 但如果肥利 其實是多次有這個經歷 譬如 他內宗做了一件事 就被聖靈提了去別的地方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神就賜給他恩賜 有些人說 是神做的 不是他的恩賜 我想說 醫病的恩賜都是神做的 我們為人祈禱 祈禱是神做的 不是我們做的 所以恩賜不代表是我們的能力 要分清這件事 不是我們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所以 為人祈禱 他得醫治 是神做功 同樣 這個人親近神 神會將他提醒他們的地方 是神做功 不是他有什麼超自然 不是他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我們要分清恩賜 是從神而來 所以不能誇耀 但如果 我們不知道 肥利聖經沒有記載 因為聖經不是記載所有的東西 他真的有不同的情況 神就將他提醒 其實我講得很特別 說到那個太監 又歡呼地走路 在亞所都 有人遇見肥利 好像很平常 到底會不會他也有其他情況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就說 如果他多次有這件事 就是他的恩賜 如果他是一次 就是神當時行一個神職 這件事我們也不需要考究 不過 如果真的有一天 神會行這個神職 或者還有其他 譬如彼得祈禱 跟著天使來 將他帶出牢 都可以發生的事 這些都是 如果多次發生 都可以有一個恩賜 即是他可以有屠辱的恩賜 神叫他能夠 這個沒有聲音 喂喂 神叫他能夠離開 他可以叫他離開這個地方 神叫彼得 能夠走出監獄 神都可以賜給我們這個恩賜 我們一起站起來祈禱 我們愛慕神 求神將屬令的恩賜賜給我們 譬如有一次我彈琴 我要為王全道 聚會彈琴 他叫我彈琴 我走到彈琴的時候 飛完間放點 哇 很不同啊 那我就提自己了 以後彈琴都是這樣放點 那麽我們都是 無論做什麽都是神 幫我放點 投入在神的裏面 這一陣子我們投入地 來到神的面前 親近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多謝讚美你 神你有封城的恩典 你有很多的恩典 所有恩賜都是從你而來 無論是比較超自然 或者不是那麼超自然的 其實這些沒有那麼超自然的恩賜 都是超自然的 都是神賜給我們的 我們都渴望 但首先我們渴望神你自己 神你是有封城的恩典 有封城的慈愛 你的恩典救我們用 你常與我們同在 你加力給我們 你體重每一個愛你的人 每一個侍奉你的人 神都尊重的 我父必尊重祂 合主幫助我們看得到 我們愛慕神是最好的 我們邀請主耶穌 你進入我們心中 掌管我們的生命 邀請聖靈充滿我們的生命 更新我們 賜給我們火熱的靈 叫我們心裡火熱 大發熱心 心裡的神 你這麼好 這麼美善 這麼有能力 我們渴望你 我們渴望你 我們依靠你 你是我們的生命 是我們一切 我們所有一切都是從你而來 我們享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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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慕神 將我擁抱 我只歸你 屬於你 我只歸你 只歸你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 謹靠著你 捱著你 如全的依靠你 我們的生命在乎你 我們想得到任何祝福 都一定是從你而來 唯有你能夠祝福我們 靠主幫助我們 深信你的愛 我們就享受神 哈利路由 我們就享受神 我又謝祈樂 哈哈 主耶穌知及我 我又謝祈樂 哈哈 主耶穌知及我 我又謝祈樂 主耶穌知及我 被世界所持 被世界所能奪 哈哈 哈哈 這首方便是 活在神的愛中 享受神 欢喜神 倚靠神 神是我们的一切 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将生命献上 愿意侍奉神 神就会赐给我们需要的恩赐能力 主耶稣 一切在你的手中 只要我们将生命完全献上 求主帮助我们 愿意踏出来 有几个人愿意踏出来 神啊 我愿意将生命完全献上 给你使用 你举手向神 给向神去说 神啊 我愿意怎样 你讲完怎样 我怎样给你使用 你讲完向神说 神啊 我愿意怎样给你使用 求主施恩祝福 求主怜悯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乐意的心 献上的心 将生命献上给神 神一定喜悦的 神一定欢喜的 神一定回应你的 一定祝福你的 神啊 我愿意 我愿意听你的说话 跟从诗经的方式 将生命完全献上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荣誉重赞归给主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让我们时时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深信神的大爱大恩大能 我们完全的倚靠神 将生命完全献上 求主帮助我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生而变化 将生命完全献上给神 神祢的大大的使用 亦都赐给我们 各样属灵的恩赐 主是祢的恩赐 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 神祢的大能 降临在我们身中 心中 祢的激励的能力 也都降在我们心中 祢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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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恩赐